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镜子 今天咱们看两款光偶 这个光偶的型号是A4661 这个光偶的型号是A7710 A4661,一二角内部有一个发光管 三四角内部有一个发光管 八角供电,五角接地 六七角是输出引脚,是开漏式输出 当前边发光管发光的时候 后边向地导通 当前级发光管不发光的时候 开漏输出截止显示一个高电位 下面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用这个测试仪是可以测试出来的 这个是正电,这段是负电 我们看,这个测试仪呢 在接上电源以后它就会被点亮 这是开关 然后呢,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个指示灯会熄灭 指针会动 这样证明这个光偶是好的 当我们把光偶拿下来以后 我们看,再按 这个指针不动 这个指示灯也不熄灭 A7110 A7110,一角是初级供电 四角是初级接地 八角是四级供电 五角是次级接地 六角是次级输出 七角是空角 好,我们测试一下 打开开关 这个指针打到头了 因为内部现在有焦 所以它的内组比较小 但是呢,我们感应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指针和灯都会有相应的改变 这就证明它是好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上边这个就是HCPL4661 它的一二角是有一个内部发光管 三四角是有一个内部发光管 四角是正极 一角是正极 二角 三角都是负极 七角是输出 六角是输出 内部是一个飞门 当前面发光管不发光的时候 后边输出一个高电位 当前面发光管发光的时候 内部输出一个低电位 是属于开漏式输出 后边这个图就是它的内部原理图 一二角内部发光管 三四角内部发光管 后边是开漏式输出 当它一二角和三四角内部发光管不发光的时候 七角和六角输出一个高电位 内部是弱上拉 它的八角五角供电可以是五伏 下边这个就是HCPL7710 也就是A7710 它的一角和四角是初级供电 可以是五伏 八角和五角是次级供电 也可以是五伏 六角是输出 二角是输入 三角和七角是空角 当二角输入高电位的时候 六角输出高电位 当二角输入低电位的时候 六角输出低电位 它常用于通讯电路 我们后边这个就是通讯电路 这边是TXD 这边是RXD 它的次级和初级供电都是五伏 但是是两组电源 上面这个是输入 通过二角输入 六角输出 接在后边这个芯片的应该是RXD 它把字母标错了 因为RXD是输入 下面这个通过这个应该是TXD 接到我们芯片的二角 通过六角输出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